第1005集 你们快看黄元 人群中有人惊呼道 众人转头看向黄元 只见他正面色苍白地倒在地上 嘴角有血迹 显然受伤不清 那柄飞刀是他的本命灵器 也只有借助他 黄元才能勉强施展如此武技 连他自己成功施展出那招归原一刀斩之时 心里都是极为惊喜的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刀是自己生平施展出的最强一击 甚至能够击杀普通河道警初期的武者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远超权力的一击 竟然被这个神王镜蝼蚁给破了 而且自己的本命武器 竟然在夜沉的攻击下受损 这可是极品河道仙器啊 其坚固可想而知 普通的混元镜武者 都无法轻易损伤这个级别的仙器 想到这里黄元害怕了 他两条腿微微颤抖 想站起来却做不到 但他还是挣扎着向后爬去 直觉告诉他夜沉并没有死 如果夜沉没有死 那等待他的就是 他知道自己这次真的惹祸了 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黄元的心头 他恐惧了 恐惧到几乎要崩溃 后悔了 后悔到想要不顾一切的 祈求夜沉的原谅 什么尊严 什么身份 在命面前都是狗屁 但是夜沉的那句话 在他的耳边回响 还有 我夜沉的朋友 谁也没有资格动 你让他受伤 我让你死 对于一直以来 都是养尊处优的黄元而言 如何能承受得了这样的绝望 这一刻 他身躯颤抖了 甚至有人还发现 他的裤裆湿了一片 这真是登天成百年来 最滑稽的事了 笑死我了 何止是怕了呀 你们仔细看看 他都尿了 无尽的嘲笑 无尽的讥讽 传入黄元耳中 他屈辱的想要去死 可是他不敢 他怕死 就算是做条低贱的狗 他也不想死 一道黑影落下 脚步声越来越近 笑声嘲讽声 一瞬间消失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这烟尘中 响起的脚步声所吸引 一道无比伟岸的身影 从尘埃中走出 你不要过来 不要靠近我 黄元回过头 他的神念 此时已浑浊不清 视线更是被泪水模糊 根本看不清夜尘的样子 只见一个朦胧而巨大的黑影 向自己走来 宛如酒悠中的魔鬼 施展了天煞虎魔变后 夜尘的心性 也隐隐受到那头天煞虎魔天性的影响 他俯视着地上爬行求饶的黄元 就像看着一只待宰的羔羊 他又看了一眼身旁伤痕累累的陈之凡 他很清楚 一旦自己放虎归山 陈之凡会更危险 甚至可能会被疯狂地报复 他夜尘不惧 甚至在这里不会久留 但是陈之凡不一样 并且在他没来这里之前 陈之凡必然受过无尽屈辱 这才消磨了他的斗志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 陈之凡恐怕会继续隐忍 求求你放过我 我给你磕头 我是垃圾 求求你放过我这个垃圾 黄元语无伦次地求饶着 夜尘仿佛没听见一般 缓缓地抬起了一只脚 重重地落下 咔嚓一声 肉末似箭 鲜血弥漫 我的脚好痛 我的脚啊 接着想起的是黄元 杀猪一般的惨叫 夜尘一脚将黄元的 整条大腿踩成了肉末 众人纷纷脸成异色 视线移到夜尘的面庞上 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黄元放声尖叫 看着那只被鲜血染红 踏向自己的脚 眼中全是惊恐 愤怒和惊恐并存 小子 我发誓你和陈之凡 都要死 你的全家人都要死 我要将你们这群蝼蚁 折磨至死 我要断了你和陈之凡 这垃圾的四肢 无马分尸 不好意思 我不会给你机会 夜尘淡然的声音响起 微观众人 此时心里不约而同地 生起了一个想法 没事 千万别招惹夜尘 不论你境界多高 这家伙太诡异 太恐怖了 断人四肢 在灵武大陆并不算什么 但夜尘的声音 夜尘的举动 都让他们内心 涌起一股寒意 仿佛人类面对自己的 天敌时一般 咔嚓嚓 骨骼粉碎 血肉崩散 又一条大腿 被夜尘踩得稀烂 刚才 你说要断我的四肢 夜尘饶有趣味地 打亮着黄元的伤口 黄元的心神 此时已经彻底崩溃 就算现在夜尘不杀他 他也会变成一个废人 再没有任何修行的可能 甚至连正常生活都做不到 他将活在无尽的恐惧之中 突然 轰隆一声巨响 黄元自爆了 无趣 夜尘撇了撇嘴 黄元一心求死 自爆并没有多大的威力 以他施展天煞虎魔变之后的身躯 即使在近距离承受黄元的自爆 也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夜尘一招手 将地上的直视令牌 和黄元的储物借收了 目光向不远处几个 瑟瑟发抖的人影扫去 见夜尘看向自己 几人相继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 一个个贵符在地 拼命地磕头 祈求夜尘和陈之凡的原谅 夜尘正在考虑要怎么处理 这几个杂碎事 身后的陈之凡说话了 夜尘 别管他们了 我们先离开这里 夜尘文言 见陈之凡此时才能勉强站起来 脸色还很苍白 赶忙过去扶住陈之凡 身形一动 带着陈之凡化作一道残影 向远处而去 登天城外 一片充斥着无尽杀意的森林 林武大陆的舞者将这里称作幽影之森 林中的树木不论树干还是枝叶 全是漆黑之色 整片森林更是笼罩在一片诡异的阴影之中 而夜尘 在陈之凡的指引下通过一条隐秘的通道来到了这里 好了 在这里停下吧 这幽影之森危险无比 不要再继续前进了 陈之凡说道 夜尘点点头放下了陈之凡 同时散去了那远古凶兽精血的力量 这东西虽然强大 却极为耗费真气 以他现在的修为 依然无法支撑太久 从战斗开始 到带着陈之凡出城 加起来不超过十分钟时间 却已经消耗了许多 夜尘皱着眉头打亮着四周 这幽影之森的确给他一种极为不舒服的感觉 仿佛其中潜藏着无尽的威胁 这种感觉就好像面对枪火先尊一般 对不起 夜尘 连累了你 你逼死了黄元 黄灿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陈之凡歉疚地看着夜尘 他知道夜尘的潜力很可怕 也许给夜尘几年的时间 黄灿便不算什么了 可现在夜尘还只是个神王镜舞者 就算实力再怎么拟天 也不会是黄灿的对手 何道镜和神王镜 差距太多了 夜尘不以为意地微笑道 梵哥 我已经把你当作兄弟 就不要说这么见外的话了 再说 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便与黄灿结了仇 不管我杀没杀黄元 他都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 我现在不还是好好的 陈之凡却摇头道 你刚刚来这里 有法则保护所以没事 可现在法则之力已经消散了 夜尘听到这句话 倒是想起永老的交代 自己来到这里 能抹去体内残存天道的痕迹 待了几天 是不是已经抹除了呢 不再多想 夜尘继续道 无妨 我和黄灿签了灵器 有契约束缚 升仙大笔之前 他动不了我 陈之凡回忆起李玉 和夜尘说的话 有点担忧的道 难道赌的是大笔第一 这 凡哥 夜尘突然笑着打断道 我有信心 陈之凡看着夜尘自信的笑容 和曾经的自己是多么相似了 他不再多说 而是重重的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 夜尘突然有些不解的看着陈之凡 他知道 陈之凡曾经在昆仑须 也一定是一个骄傲的修行者 可是他为什么会变成那个 在升仙阁中 千功的陈之凡 变成那个忍受他人 欺误的陈之凡呢 夜尘不禁开口问道 范哥 从昆仑须上来之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陈之凡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黯然 不过还是开口道 当年 我成功来到灵武大陆 本来也是意气风发 可谁知道 我们在灵武大陆 并不受人待见 而在升仙大笔中 又见到了无数 比我更加优秀的天才 但即便如此 我也没有丧气 依然骄傲 可谁知道 在大笔开始前 我与一名舞者 在登天城中发生了冲突 而此人 就是那一届的大笔第一 实力告诉我许多 虽然我勉强保住了性命 但也被他打得意志消沉 而且 以我当时的身体状态 几乎不可能在大笔中 取得一个理想的名词 就在这里 升仙阁中有人对我说 如果我愿意 拿出足够珍贵的宝物贡献 升仙阁愿意收留我 你知道吗 在灵武大陆这样的地方 没有势力的庇护 几乎人人都要踩你